第二百二十六集杀敌 一列三百人的商队在关道跋涉 一辆辆平板马车拉着货物 防水布底下盖着的是云州盛产的丝绸 茶叶 瓷器 以及胭脂水粉 再就是一些云州的特产 比如蛇咸眼 黄金石等 商队的东家是一位满脸横肉的汉子 叫赵龙 早年也是云州江湖赫赫有名的豪杰 黑白两道通吃 过腻了刀口舔血的日子 靠着早年闯下来的名头 以及人脉关系 做了商队生意 他总能打点好沿途的山寨 四平八稳的离开云州 将货物散到各地 转的盆满钵满 时间久了 很多商人都愿意花重金加入赵龙的商队 求个平安 赵龙的商队发展至今演变成了半商半标 杨莺莺就是躲在这棵大树下乘凉的一份子 不过她是以散人身份离开云州 花了二十两银子请求商队庇佑 毕竟她这样的弱女子 根本不可能独立离开云州 指不定哪天就在关道上被拦路土匪接走 当了压窄夫人 以她的姿色 当个压窄夫人绰绰有余 杨莺莺本是云州教方私里的女子 年轻时也是为花魁 后来有幸遇到了良人 为她赎了身 便被养在院子里成了外事 而今年过三十 滋容不减 反而是身段愈发的风雨 更增添了成熟妇人的魅力 她有一双明亮的性眼 望着人时眼波盈盈 骑在马背上的杨莺莺 察觉到周围飙尸们火辣的目光 忍不住紧了紧斗篷 把脑袋埋得更低 她的手 乍一看是护着丰满的胸脯 避免被某些汉子的目光亵渎 其实呢 她护的是怀里的一个雾角 正是这个雾角 迫使她离开云州 一位标尸垂涎欲低的 看着杨莺莺的背影 骑在马背上 罗裙贴着身体 那紧绷的臀部轮廓 可真诱人啊 身体强壮的标尸一家马腹 追上杨莺莺 咧嘴笑道 美人 晚上陪大爷耍耍 大爷这次出行证的银子 都归你 十两银子呢 杨莺莺置若闻 不回应也不拒绝 全当没她这个人 标尸又说了几句 见美人不理 骂咧咧的走了 与她相熟的几个标尸 哄笑起来 一阵奚落 但每个人眼里都有失望 这女人油烟不尽 她们也一样没机会 几个手头有着人命的标尸 眼里闪过狠了 这样独自出行的水灵妇人 要不是碰到了赵老大 早就被人吃得连骨头都不剩了 上队前头的赵龙抬手做了个手势 标尸们立即抽出兵器 如临打敌 但刀只出窍一半 这是走标不成文的规矩 大家混江湖求的是财 除非双方实力差距悬殊 否则不会死磕 更何况 赵老大在黑岛向来有几分搏灭 否则也不会吃这碗饭 小刀两旁密林中 哗啦啦跳出七八十号人 刀毛先亮 岔路上更杀出二十余旗 皆是人强马撞 赵龙有些纳闷 这条路他每年都要走好几遍 哪条路段需要打点 哪个山头需要孝敬 他一清二楚啊 这片林子什么时候出现了 这么一拳减净汉匪 赵龙压了压手 失忆手下的标尸稍安勿躁 策马往前走了一小段 朗生说道 在下赵龙 朋友们之前是混哪条道的 靠得近了 他忽然意识到不对劲 这群汉匪 腰间挂着军弩手里握着制式长刀 这些都是军中装备啊 赵龙听说过 某些大寨子不缺军需 军刀军弩甚至火冲 一应俱全 但那都是顶级的土匪大寨 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啊 宁言 你看起来就像这个被女子掏空身子的病夫 宋亭丰与许其安 齐头并进 趁机打去嘲讽 许其安看了他一眼 我有个朋友 问我有没有四天剑 壮阳补肾的要玩 宋亭丰笑容一浆 我那个朋友就是朱广孝 广孝啊 你都有未婚妻的人了 何苦那么拼命啊 宋亭丰把锅甩给了朱广孝 朱广孝闷不吭声的看了他一眼 然后呢又觉得不甘心反驳 我是怜香惜玉的 你吃相太难看 每天早上陪你睡觉的姑娘都下不来床 你自己不知道节制 亏空了身子 武夫体魄强悍 精力旺盛 可就算是牛魔王 天天从晚耕到早 日子长了 也会气血亏空的 我这是厉害 宋亭丰丰不服气 骄傲的笑道 只有教方司的姑娘 能尽情地配合我 尽管他们也疲于招架 亭丰啊 宋亭丰听见许清安喊 他转头看过去 干嘛 不是你厉害 而是人家能容忍你的渺小 你滚 嬉笑怒骂之间 带队地将绿钟沉声道 前方有血腥味 全员准备 枪的一声 刀刃出鞘的声音 整齐划一 胡奔为大羹人 同时抽出了配刀 并摘下了军弩 突进 驾 将绿钟一家马腹冲了出去 巡抚队伍 瞬间进入行军状态 速度极快 且已有条不稳 行军十分钟 前方出现密林 风带来了浓郁的血腥味 当进入密林的刹那 力剑从两侧射来 袭击狂奔中的 大羹人和虎奔为 将绿钟抬起手 往下一按 剑语撞在看不见的气墙上 无力驻一路 他挥了挥手 虎奔军 树林杀敌 说话的时候 将绿钟看向前方 官道上 横尸数百具尸体 鲜血染了一地 马匹难逃毒手 这支伤队运送的货物 散落了一地 他立刻分析出情况 因为自己提前嗅到了血腥味 命令队伍奔袭 这群捡禁土匪 听到马蹄声时 已经来不及撤退 于是在林子里埋伏 密林中传来激烈的战斗声 虎奔卫是京城五位之一 虽不如禁军那般 骁勇善战 但远胜地方军队 双方人数相差不大 剑士和刀锋交错 打得有来有往 将绿钟愣了愣 有些意外 扭头看向许清安 宁言 杀过人没 杀过一个 重伤一个 许清安望着 横尸一地的伤队 随口汇报战绩 将绿钟 嗤笑了一声 毛没长期的小子 大耕人们轰然大笑 除了许清安这个 加入大耕人 两个月不到的菜鸟 其他人都是 身经百战的武者 杀人都不眨眼的 将绿钟指着林子 去 连连手 最少杀十个 许清安收回目光 缓缓吐了一口气 好 第二百二十七集 事情有些不对 双脚一踩马灯 这匹从青州军营里 调来的战马 挨鸣着四提跪地 许清安宛如一只大鸟 飞进了密林 黑金长刀一闪 便带走一颗人头 端竟喷出血泉 不要看 不要看 许清安脑子里 回想着 凄惨死去的伤队 心便硬了起来 手起刀落 手起刀落 带走一个个 山匪的性命 以他半只脚 踏入恋神境的修备 砍杀这群憨匪 就像砍挂切菜 再有黑金长刀 削铁如泥的锋利 无人能挡他一回合 痴痴的 一道炽热的刀芒 从身后斩来 沿途的枝叶 乌声滑落 切口平起 许清安强大的精神力 让他提前察觉到了 袭击 拧腰 悬身 黑色长刀 破碎刀芒 他看见了一位 十大钢刀的汉子 他一刀砍飞拦路的虎奔卫 宁笑着朝许清安奔来 同时两名精瘦的汉子 握着制式军刀 从左右两侧 夹击许清安 断时 许清安陷入左右为难 满身大汉的危险境地 官道上呢 始终眯着眼 观战的江绿中 见状 黑的一声笑起来 那三个土匪身手不错 一个炼气巅峰 两个气急稍弱 但也不是出入炼气境的弱手 文言呢 一位银罗出声 要不帮帮他 大耕人们一起看向江绿中 等待他下令 在他们看来 修为解释炼气境的许清安 不可能挡住三位 同境界的高手围攻 况且呢 他还稚嫩的很 杀人不多 缺乏实战经验 在战场上 实战经验有时候 比修为更重要 朱广孝和宋庭峰知道 许清安在冲击炼神井 然而这并不是好事 因为他正处于疲惫状态 影响战力 江绿中悄悄病指如简 凝视着身陷重围的许清安 随时准备出手救援 再等等 三个炼气境 石钢刀的汉子气息强盛 是炼气巅峰 另外两个则差了许多 云州的山匪素质这么高 随随便便就碰到三名炼气境 许清安握着刀 脸色冷静 他主动迎了上去 回刀斩向石钢刀的汉子 与此同时脑海内观想 金色雄狮咆哮图 他嗷的一声 喉咙里迸发出沉雄的咆哮 震得山林摇晃 震得厮杀的双方 短暂的凝制 石钢刀的汉子 耳边仿佛焦雷炸开 瞳孔短暂的涣散 思维陷入凝制 就那么零点几秒的凝制 决定了他的生死 哭的一声 黑金长刀锋利的光芒中 石钢刀的汉子被 活生生的抛成了两半 破碎的脏气 混杂着鲜血流淌一地 许清安斩杀一人后 成胜捉机 没有半点凝制回身 再次于脑海里 观想巨人图 刹那间 他仿佛变成了 战天斗地的战神 气息暴涨 不得一声 其中一位精兽汉子 挥刀格挡 被轻易断刃 黑金长刀划开了他的胸口 另一个精兽汉子 见识不妙 转身欲逃 被虎奔位的密集 船舍给拦住了 许清安追上 再次观想金石咆哮 震荡对方精神 一刀斩杀 整个过程也就短短的 十几席 这 观战的大羹人里 爆发出了惊叹声 一位银罗惊道 他的契机之魂后 完全超出了寻常的 炼气巅峰 即使是我 也只敢说 比他略强而已 我们该关注的问题是 他哪来的佛门观想法 那是狮子后 一位银罗补充 还有一个问题 他似乎是 两种观想 一同修行 而且都已达到登堂入室 这已经可以冲击炼神境了 他加入大羹人 才两个月而已 说着说着 银罗们沉默了下来 脸色复杂 铜罗们的反应更加夸张 瞬目结束地 看着许清安的身影 脑海里回荡着 方才干脆力所斩杀 三名炼气镜的画面 同时炼气镜 不同的人战力是不一样的 大羹人衙门的炼气镜 普遍要比寻常武夫强大 但还没到那么夸张的地步 许清安能在短时间内 斩杀三名江湖武夫 而自身不伤分毫 这意味着 在场铜罗与他单挑 没人能走过十招 这里面已经算尽了 法器铜罗发挥的作用 平时大家嘻嘻哈哈 平起平坐地相处 现在才知道 原来你能打我们十个 江吕中更是知道 许清安的绝学是 天地一刀斩 并未使用 清理完这群土匪 胡奔卫在密林里 带出来一群 被五花大绑的普通人 总共二十五人 问询之后 得出他们商人的身份 其中一位女子尤为出彩 不是少女那种纤细窈窕 而是如水蜜桃般 风鱼诱人 只有花丛老手 才能明白这种肉感女子的美妙 获救的商人千恩万谢 不断跪下磕头 张巡护颜悦色的 安抚着他们 并亮出身份 保证会送他们 回云州中心 白地一程 把这些尸体都埋了吧 然后整理货物 一起带上 张巡护说道 江吕中点点头 吩咐胡奔卫干活 等一等 勘察现场的许清安回来 喊停了胡奔卫 张巡护和江吕中 偷来问询的眼神 许清安走到两人身边皱眉 事情有些不对 江吕中环顾四周 宁神感应了片刻 周遭没有埋伏 这只是一期 简单的突匪拦路 抢劫事件 类似的事情 在云州每天都有上演 许清安摇头 不是埋伏 我检查了现场 发现死的大多都是彪尸 这些刑商和普通人 反而安然无恙 货物也保持完好 劫匪甚至没有撕毁防水的油布 清点战利品 两位大人不觉得奇怪吗 土匪减净 却任由 价值高昂的货物 散落一地 置之不理 也许是没有时间收拾 那为何有时间绑人 如果我是劫匪 那我肯定求财 这一车车的货物 才是我的目标 我会连那些普通人一起杀了 何必多次一举绑着他们 除非 江吕中和张寻甫相视一眼 前者皱着眉头 除非他们的目标不是货物 而是人 许清安点点头 扫过死里逃生 仍心有余悸的众人 问一问便知 他招手换来一位中年刑商问道 你是什么人 小人是白地城地界的绸缎商人 带着两千笔绸缎到青州做生意 因为路途遥远 害怕遭了土匪 就随赵爷的商队一起去青州 哦 就是赵龙 此人颇有本事 黑白两道通吃 他的商队 往日里是很安全的 小人与他合作过多次 谁想今天 哎 终日打宴 终于被宴灼瞎了眼 这赵龙也算个人物 且讲信用 可惜了呀 许清安顿时望向横尸的商队 那位赵爷就在里头 挨个的问过去 发现都是商人 且是结伴 最后只剩那个风鱼的妇人 她看起来三十出头 在许清安那个年代 甚至还是个青熟女 你呢 徐清安审视着她 你一个弱女子 孤身一人去青州是为什么 杨莺莺有些迟疑 垂手而立 揉声说道 前些年 明父的丈夫去青州谋生 前阵子寄信回来 说在青州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本想亲自回来 接明父去青州定居 但因为生意所累 脱不开身 便让明父 随心地过的商队 一起去青州 明父打听了许久 都说赵爷的商队是挺好的 又安全 又守信 这番话 说得有理有据 乍一看 毫无破绽 表情很镇定嘛 可作为一个普通的民父 见识到鲜血淋漓的一幕 不应该是脸色惨白 逢人就阴阴阴吗 而且说话的时候 目光一直看着地面 就像是在备胎词 这是不自信的表现 本官问你几个问题 杨莺莺抬头看了她一眼 又重新低下 柔弱的语气说道 大人请问 你丈夫叫什么名字 杨莺莺思索着 你家在何处 无人回答 你丈夫有何容貌特征 没有生意 你丈夫身高几尺 依然没有回答 你丈夫在信中写了什么 请你附述几句 你丈夫做什么影声 杨莺莺 呆立在那儿 又茫然又无助 沉默了许久 她才恢复过来 细声细气地说道 名副的丈夫就 好了 你别说了 徐清安招呼呼 文尾 搜她身 杨莺莺茫然 不知所措地看着她 这位大人的所作所为 完全超乎了她的预料 她惊恐地后退一步 双臂环抱胸口 咬着唇 羞愤欲绝的表情 想得太久了 徐清安笑眯眯地 审视着美貌妇人 如果一个妻子 连丈夫的名字 特征都需要想很久 才能说出来 那么 别人又怎么会相信呢 谎言不是随便编造几句 就能让人信服的 你若不想被搜身 那就老实交代 那些山匪 为什么要阻截你 给完大棒 见女子脸色渐渐苍白 徐清安又安抚 我家大人是朝廷来的 张巡抚 这云州没有哪个官 比他更大了 有什么事 只管说出来 杨盈盈看向了张巡抚 后者汉手 本官奉黄命巡查云州 你区区一个民妇 不值得本官欺骗 杨盈盈低着头 权衡再三 意识到自己没有选择 忽然银牙一咬 跪倒在地 民妇杨盈盈 此番去青州 是为了避祸 同时 找青州不证使杨大人 为我丈夫主持公道 报仇血恨 张巡抚没有立刻说话 沉吟了片刻 你夫君是何人 何事又寻杨大人主持公道 民妇夫君 是周明 什么 张巡抚失声 许清安和江绿忠 豁然扭头盯着杨盈盈 周明 那位死在云州的打耕人案子 就是他解罚云州都指挥使杨传南 勾结山匪 输送君资 谋取利益 仰扣自重 密信传回京城不久 他便无声无息的死去 周明的魏王人 听到这话的许清安第一反应是 他说谎 除了利元之外 大奉各地的官员上至一州不证使 下至一县之尊 都是外地人 身为都指挥使司 经历司的一名经历的周明 当然不会例外 而且经历是他表面的官职 背地里的身份 是打耕人 恶案子 委员会让一位案子 把妻儿带在身边吗 那不是分分钟变二五载吗 周明 张勋甫皱着眉头 他有何冤屈啊 义服 周明是谁本官不知道的姿态 杨盈盈哀声说道 我家夫君 原是远州都指挥使司的一名经历 张学府吃了一惊 态度豁然转变 弯腰扶起下跪的杨盈盈 原来是周经历的夫人 周经历出了何事 夫人又为何要舍尽求远 到青州去告状 青州和云州是同等级的州 那杨布正使未必会接手这个案子 本官是云州巡抚 云州三司都要听令于我 夫人又何冤情 但说无妨 原来不仅女人是天生戏子 当官的演技也数一数二 许清安沉默旁观 看老张一个人表演 杨莺莺愁愁片刻 凝视着张巡甫 大人 您不能看一看 您的任命文书吗 或者 观音也可以 这话一出 张巡甫和大耕人们 齐齐皱眉 铜锣银罗们不由地 按住了刀柄 审视着杨莺莺 这可不是一个普通民妇 能说出的话 即使她是精力夫人 她很懂行情啊 许清安也握住了刀柄 严肃的盯着杨莺莺 这个女人身上 毫无半点气急波动 目测体质的覆盖率 也不像是练武的 可也只能排除对方是舞者 其他体系花里胡哨的 手段太多了 不能掉以轻心 张巡甫不动声色的后退两步 要劳江金罗取本官的文书和观音 怂惑 江绿忠斜了他一眼 取来文书和观音 张巡甫不接 自动忽略了江绿忠的示意 看向杨莺莺 本官念你是精力夫人 容许你一观 江绿忠只好上前 释出文书和观音 杨莺莺仔细看了许久 其实她也是第一次看任命文书 目光搜索到云州 巡抚两个词 然后看到红艳艳的印章后 她再无疑虑 到现在为止 对方愿意与她一个弱女子 掰扯这么久 其实也是一种诚意和做派 杨莺莺傅又跪地磕头 名副杨莺莺 本是云州 叫风自的女子 数年前与周大人相识相爱 活了剑际 一直伺候在周大人的身边 大家默契地露出 原来如此的表情 原来是海鲜商人哪 难怪比寻常妇人要有见识 还知道看文书和观音 许青安恍然大悟 在这个时代 海鲜商人是女子中的高学历 高文化群体 亲戚书画诗词歌赋 样样精通 杨莺莺简单地说了几句 与周明的过往 坦然地说出 自己是养在外面的女人 周明每隔一段时间 才会与他相会一次 前段时间 周大人忽然来找民妇 把遗物交给了我 他说自己近情 可能会有危险 如果真的遭遇了不测 就让我马上躲起来 然后想办法离开云州 将此物 交给青州部正室杨大人 没过多久 民妇便收到了周大人 逝世的消息 杨莺莺眼泪啪哒啪哒滚落 气不成声 民妇又被伤 又害怕 不敢继续再住下去 便在一位姐妹家藏了起来 托她打探消息 藏了一阵子后 民妇那姐妹告诉我 赵爷的伤对近期 要去一趟秦州 我便向她 借了二十两银子 买了匹马 随着商队 离开了云州 在之后的事情 众人就知道了 许清安冷眼旁观 端详着杨莺莺的微表情 这一回她说话时 眼神不偏不已 声音哀且充满感情 看不出作假的成分 于是 她又从杨莺莺的话里 寻找蛛丝马迹 周民致死 没有暴露她大更人案子的身份 哪怕对方是完全可以信赖的管报之交 这说明周民是个合格的案子 他要是轻易告知身份 反而很可疑 至于为什么是去青州找紫阳居士 而不是其他乡邻的州 徐清安的判断是周民谁都不信 只信这位白鹿书院的大儒 首先 相比起普通读书人 白鹿书院的大儒 因为修行体系的缘故 人品更值得信任 毕竟烂人是走不了儒家体系的 其次 白鹿书院和国子健出身的读书人们 有道统之争 秉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 找紫阳居士是正确的选择 张巡甫皱着眉 你是怀疑周民是被杀害的 杨盈盈用力点头 这已经很明显了不是吗 修大人为我夫君做主 这 张巡甫呢沉吟了片刻 好 本官答应你 你把周经理最后留给你的东西拿出来吧 杨盈盈立刻磕头 谢大人 徐清安不由的另眼相看 老张这份心机是可以的啊 不愧是官场老油条 跟着魏渊做事的 心都挺脏 杨盈盈直起身 手探入怀里 摸出半块玉佩 双手奉上 这便是周大人当晚交给民妇的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了玉佩上 第二百二十九集 愚蠢的林安也是有用处的 那是一块半圆玉佩 通体成剔透的绿色 它本该是一块圆形玉 中间被力气斩断 一分为二 将绿中接过玉佩交给张巡甫 后者卧在指尖摸缩 沉吟不语 这看起来是个信物 将绿中低声说道 他说完看向许清安 征询他的意见 张巡甫也看过来 看我做什么呀 老子会查案 但不是占卜师啊 你们两个丝毫不掩饰 把我当工具人的想法是吧 许清安沉吟了一会儿 先去云州吧 瞎才有什么用啊 张巡甫边收好玉佩边吩咐众将士 继续前行 去往云州 就地挖坑掩埋尸体 将幸存下来的刑伤和货物一起带上 队伍继续启程 顺着官道向云州进发 阳光高照暖意融融 在这个难得的上午 怀庆练剑结束 正要喊工女去准备热水 扭头一看 两名工女坐在凉亭里下棋 怀庆皱了皱眉 倒不是不满工女下棋 而是他们根本不懂棋啊 他没有出声 沉默地走进凉亭 旁观两名工女下棋 清秀的小工女们浑然望我 投入到棋局里的厮杀 没有注意到主子的靠近 他们下棋毫无章法 不懂布局 不懂争夺优势位置 且下子如飞 啪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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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不要思考 怀庆的眉头越皱越深 这种儿戏般的下法 对他这个大国手来说非常难受 但看了片刻他看懂了 这种棋很简单 就是比谁先排成五个子 或纵或痕或邪 通通无所谓 谁先五星连珠便是赢家 他忍不住问道 这是什么棋 两名工女下得一拘领 急慌慌地起身 细声细气地回答 是无子棋 无子棋 这是什么东西 学府舞车的怀庆愣了愣 另一位宫女解释 是林安公主那传出去的 眼下已经在宫里传开了 大家都在玩呢 她这个大家指的是 宫里的太监和宫女们 听说就连陈贵妃都是有意思呢 另一个宫女说道 林安 她只是个蠢丫头 怀青点了点头 本宫要沐浴 武山让厨子不用准备了 圆景帝今天上午要摆家宴 皇子皇女们 得到乾清宫用膳 沐浴结束 怀青公主离开院子 前往乾清宫 她在富丽堂皇的雅厅里 见到了兄弟姐妹们 在没有她的场所 喜欢穿红裙 佩戴华美繁杂首饰的林安 就是话题中心 今天有些格外不同 皇兄皇妹们 仅是与怀青汉手招呼 便继续着刚才的话题 林安开创了一个流派 武子及规则通俗易懂 玩起来更加有趣味 连我宫里的当差们 他们都能轻易上手 玩得津津有味 咱们林安公主的大名 也将广为流传呢 脸蛋圆润 桃花眼妩媚的表表 很享受兄弟妹妹们的吹捧 嘴角勾起甜甜的笑容 便又自作矜持的谦虚了几句 像一只想炫耀 又强忍着的骄傲小母鸡 见到怀青进来 她微微扬起雪白的下河 摆出骄傲姿态 快嫉妒我 快嫉妒我 表表心里碎碎念 用余光撇怀青 但高冷的怀青 只是坐着喝了几口茶 并没有理睬愚蠢的妹妹 哼 怀青果然是嫉妒我的 表表在心里安慰了自己一句 怀青公主是个不合群的皇女 这不仅仅是她骄傲 更是因为她的想法 让皇子皇女们无从揣夺 公主们讨论的话题是好看的衣衫和胭脂水粉 她感兴趣的却是四书五经 皇子们讨论时政和大局 她就会说如何解决水患 如何整治丽缘 皇子们就会很难受 这她们谁知道啊 我们讨论的是大局官是宏观问题 你这不是抬杠吗 临近五十 远景地宫里的太监过来 请几位皇子公主过去 表表屁颠颠的跟在太子哥哥身后 裙摆飞扬 胡听身后传来怀青的声音 李安 表表黑的一下笑起来 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 骄傲的说道 干嘛 等其他皇子走远 怀青淡淡说 五子齐是谁教你的 我 私创的 林安其实很纠结 因为这是许清安教她的 她不应该昧着良心 居为己有 但哥哥们说话太好听了 她有些欲罢不能 她心想 等过阵子 我再说是许宁燕教我的 待会父皇问起 你最好也这么说 怀青呢 朝外走去 清冷月儿的声音里夹杂着告诫 父皇不喜欢那家伙 说话之间 要懂得动脑子 说完 怀青呢又补充了一句 如果你有的话 为什么 为什么三个子 被表表硬生生的吞下 她像个张牙舞爪的小狮子 一边追上怀青 一边怒道 你才没脑子 你才没脑子呢 我 我比你聪明 我比你漂亮 你看 许宁燕都心甘其愿为我做牛做马 她都不要你的 怀青猛的蹲住脚步 严厉的袭了一眼 表表像只矫健的猫 蹭的一个后跳 又觉得自己太怂了 桃花毛子倔强的回蹬 怀青公主仰起了巴掌 太子哥哥 怀青他要打我 表表嗷嗷嗷的一声惊叫着 逃走了 宴席上 袁景帝果然问其此事 怀青怎么知道父皇要问 林安心里大惊 下意识的看了一眼讨厌的怀青 他轻力的容颜 没有表情 自顾自的吃菜 表表眼睛咕噜噜一转 笑嘻嘻的撒娇 因为林安是父皇的女儿啊 父皇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袁景帝开怀大笑 父皇果然一直在关注宫中情况 就想他默默服侍朝堂 怀青面无改色的吃饭 他没有在宫里培养自己的亲心 从不积极打探皇宫消息 就连最近流传起来的吴子齐他也不知道 不是怀青不知道 而是他不想知道 怀青公主不得不承认 林安这个妹妹虽然是愚蠢至极 但就算是废柴也是有作用的 全看你怎么使用他 至少再讨父皇欢欣这一点 皇宫里没人能胜过林安 这里边包括那些不受宠 或曾经受宠过的妃子 二百三十几 太那么奢侈了 穿过两个州 三个县 巡抚队伍终于抵达了云州主城 白地城 白地城的名字由来有一个历史典故 那是前朝的事情了 距今大概一千三百多年前 云州大旱赤地千里 百姓颗粒无收 生活没了着落 这一年呢 有意骑兽自海外而来 骑身四路覆满雪白鳞片 偷生一对鸡脚马蹄蛇尾 他所过之处 乌云密布鲍鱼不绝 此时候在云州辗转越鱼 充盈了云州各处水库 滋润了干涸的河流湖泊 解决了云州的旱灾 朝廷认为他是弱一兽 封他为白地 许清安望着白地城 巍峨的轮廓笑着反问 那这个传说是真是假 挑起脸子望着远处白地城 说起这段典故的张寻甫点了点头 应该是真的 不然史书上不会记载 大汉大唠是常有的事 史官不会为此编造历史 只不过从那以后 再没有人见过瑞寿白地 人家明显是海外妖兽啊 甚至是海兽 说不定来 九州只是旅游呢 见云州大汉 心里不喜 便出手改变环境 许清安呢 一边科学角度分析一边说道 大人高见 说完他继续跳望城墙 心里浮泄一首诗 朝此白地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原声提不住 青州已过万重山 千里江陵一日还 太奢侈了呀 换成是我 那定是今日明日后日 一月三十一日 这咋舍得还呢 许清安心说 他不由想起以前看过的旅游广告 怂恿高级白领在周五下班后 直飞泰国风流潇洒一天周日回国 人人都做现代李太白 白地城的守门士卒拦住了众人 在看过朝廷下达的文书后 恭敬放行 入城后 许清安左顾右盼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看见许多玄刀配剑的路人 大凤队兵器的管制非常严格 上至周府下至郡县 在城内一律不得配刀行走 除非是特殊职业 比如标尸 但就算是标尸 也只有在出任务时才能配备武器 许清安心里嘀咕 这算是云州特色吗 这时张寻甫又掀起窗帘 对许清安说道 宁厌 你让人送这些刑商回家 货物先不要还 让刑商取了账策 明日来驿站核对领回货物 许清安心里一动 那赵龙的货物 自然是给人家送回去 那赵龙和标尸全部遇害 标尸的家人肯定是要抚恤的 而今赵龙已死 把货物送回 也算弥补人家损失了 许清安竖起了大拇指 大人真是一条好扇哪 张寻甫文言皱眉 何出此言 没什么没什么 许清安扭头去找宋廷锋 将事情告知 吩咐他去做 不是凭什么让我去跑盹着 宋廷锋不服气啊 好像我是你下属似的 咱明明是平级啊 薛副大人 宋廷锋推为耍赖 扣贷银子 宋廷锋忙说 我去我去 转头就去找朱广孝 把事情告知 吩咐他去做 朱广孝郁闷闷 宁廷不是让你做吗 徐宁廷 朱广廷退为耍赖 朱广孝闷不吭声地 吊转码头 喊上几名虎奔卫办事去了 两个贱人凑在一起 感慨道 哦 广孝真是个埋头苦干的老实人哪 是啊是啊 不管是在床上还是公物 都指挥史思 杨传南今年四十出头 是个气态中正平和的读书人 他还有个身份 无品无辙 杨传南出生武将世家 天资聪颖 他喜欢习武甚至读书 远景十二年重进士 因家学渊远熟读兵书 在兵部谋了份差事 远景十六年被委派到云州 因剿匪有功 一步步升到了都指挥史位置 成为云州最有权势的三人之一 座堂处理公务的杨传南忽然抬起头 几秒后脚步声传来 一位身披轻甲的女子 大步走来 沿途不见立员阻拦 他身段高挑 腰弦配剑 背着一杆银枪 有一张尖俏的瓜子脸 明明五官精致美丽 但不见女子柔弱 反而英气勃勃 此外 他扎着高高的长马尾 露出光洁漂亮的额头 巡抚进城了 他进门第一句话 直指问题核心 干脆利索 杨传南表情顿了顿 微微汗手 知道了 这还牵刀的远景帝 常是修仙 人间帝王还想长生 简直是痴迹妄想 他一张嘴开出了天花 这不瞎子拉琴唐奶奶的 胡手八蛋呢嘛 杨传南皱了皱眉 李妙真冷笑一声 我又不是吃黄粮的 他把银枪靠在枪边 在会客位置的茶几上盘腿而坐 配件摘下来 横在膝盖 巡抚在的话 你得交出兵权 这是大奉的规矩 你打算怎么办 既然是规矩 当然只能照办 李妙真点点头 我会帮你的 杨传南看了他一眼 无奈摇头 江湖上这么多人 愿意为你效命 不冤枉 非夜女侠 本官惩你这个人情 不过注意分寸 随行的队伍里有金螺 堂堂四品 出走江湖便是一位枭雄 李妙真不以为意 怕什么 不到三品 就敌不过人海战术 云州的饭菜有些麻 偏辣 还喜欢放香料 我不喜欢这里的菜肴 经常吃辣 不会得痔疮嘛 驿站里 许其安边吃着热腾腾的饭菜 便心里吐槽 大堂里聚满了打更人和虎半位 一张桌子坐八个人 勉强够容纳的下 白帝城有四座驿站 这座是最大的 有一个大院 两座紧邻的三层楼房 一名一城 七名一族 为了安全起见 杨莺莺也得在驿站住下 她独自坐了一桌 文静的低头吃饭 少妇的身段风雨且诱人 坐着时 衣裙紧贴着臀 勾勒出丰满的曲线 许其安发现宋庭峰盯着人家屁股看 便在桌底下踢了她一脚 哎 瞧什么呢 骂完 她自己也看了几眼 看看又怎么了 别人都在看 宋庭峰小声说道 男人就是这样 看到漂亮的女人 总会不自觉的多打亮几眼 控制不住自己的目光 除非媳妇就在身旁 才能凭借大毅力忍住 宋庭峰嘀咕 不看了不看了 少得难受 刚才 张巡甫已经下了命令 云州期间不得去教方司 不得离开驿站 除非有任务 许其安抬起手 用力的握了一下 宋庭峰茫然 干嘛 这叫不灭之物啊 你私底下可以学习一下 吃完饭 张巡甫在房间里 请来许其安和江绿中议事 御史出身的巡甫大人 望着两位经验丰富的金螺 云州因为匪患的缘故 所以取消了禁刀令 因此相比起白日 晚上反而更安全 因为宵禁特别严格 江金螺需要一刻不离的保护本官 查案的事儿 暂时就给宁验了 一战内的打羹人和虎奔卫 你可以随意调遣 得 真成工具人了呗 许其安瞅着张巡甫不说话 巡甫大人解释 最初几天 本官少不得要多方应酬 我也需要摸一摸 云州官场的底 好吧 许其安接受了这个理由 明白了 卑职 竭尽全力便是 张巡甫满意的点头 你打算怎么着手案子 先去府衙 要周明的死后遗物 再去他家里看看 张巡甫皱着眉 不用挖坟验尸 就等大人这么问了 人死了半月有余 腐烂的皮肤骨胀一戳就破 腥处的湿水可以喝到饱 刚吃饱饭的江绿忠脸色一黑 张巡甫则干呕了起来 那被指就告退了 许其安溜走了 第二百三十一集 桌立是府衙 离开房间下楼 他们召集宋廷分和朱广孝在内的四名铜锣 一名相熟的银鲁 六名虎奔尾 骑成马匹赶往府衙 周明是有编制的朝廷命官 但凡朝廷命官离世 府衙要负责验尸 确认死因 像周明这样家人不在本地的官员 府衙还得负责包管他的遗物 等待死者家人或朝廷来取 许其安控制着马素 时而看一眼一族给的白地成堪于图 摸索了将近一个时辰 终于看到了府衙的大门 按照官场规矩 这种遗物经手留三成 贪心的甚至高达五成 也不知道周经丽的遗物能留多少 姓唐的阴罗感慨道 许其安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潜规则 脸色一沉 大奉的律法里 有没有关于此类事件的惩罚 当然是有的 私吞朝廷命官的财产 是财务贵重程度而论 轻则停账五十 重则停账革职还罚款 许其安点点头突然问道 打耕人衙门也是这样 哪敢呢 卫公明令禁止 而且咱们打耕人和这些当官的不一样 同组的打耕人都是一起并肩作战 一起去青楼的交情 谁敢私吞 当兄弟的也不同意啊 宋廷风笑哈哈的点头 对头 哪天宁宴你牺牲了 谁敢私吞你的抚恤金 老子一准要他狗命 总感觉你这话哪儿不对啊 许其安懒得吐槽这个秘密眼 进了府衙 亮明身份后 一位穿青袍的正七品官员出来迎接 自称府经历 为了防止下人偷窃财物 周经历的所有物品 都存在府衙的库房里 这位掌管收发出纳库房诸事的经历 领着许其安等人来到库房 手里领着一串沉重的钥匙 熟练的找出正确的那枚 打开库房的铁门 周明的遗物里 有字画 衣物 骨丸 笔墨 纸燕等等 许其安事无巨细的逐一看过去 看到只有三十两银子的遗留后 陈生问道 京历大人 这不对吧 周经历堂堂正六品 再置二十多年 一年载一两 也不止这么点吧 哦 大人 那是二十两 府经历笑呵呵的说道 哦 你还敢跟我皮 许其安盯着他 私吞朝廷命官的遗产 是财务贵重程度而论 轻则停账五十 重则停账隔职罚款 周明是打更人的案子 他殉职了 远在故乡的家人还不知道噩耗 人死不能复生 这个许其安没有办法 但保住对方的遗物 尽可能的归还家人 这个他可以做到也应该做 净是个愣头青啊 许经历是个老油条了 摊了摊手无奈道 哎 许是那周经历沉迷美色 或有其他消遣 花钱如流水 反正就这么点夹的 他一副有恃无恐的姿态 面带戏谑微笑 遗产这东西啊 府衙先经手的 府衙说多少就是多少 不服气 有本事让死鬼还阳啊 许其安指着自己的腰牌 云州的官员 是不是不识得打耕人 府经历喝了一声 打耕人监察百官 本官自然听说过的 那就是只听说没经历过 你缺少打耕人的毒打 许其安抬一脚 直踹府经历的小腹 砰的一声 府经历肥胖的身体 倒飞着撞在墙壁 朕的灰尘速速掉落 痛苦的缩成瞎撞 五官扭成一团 经过几秒 他才发出深吟声 许其安抽出刀 打在他的后颈 居高临下的服势 本官随巡抚大人来云州查案 有便宜行事之权 就算杀了你 巡抚也能为我兜下来 你信不信 府经历传了几口粗气 不可置信的强调道 这里是府衙 府衙 府衙怎么啦 老子在刑部衙门口都敢杀人 杀你一个区区七品经历很难吗 许其安压了压手 锋利的黑金长刀 瞬间割破这位经历大人的后颈 后者明显感受到后颈传来的疼痛 以及自己温热的鲜血流出 还真敢杀我 府经历心脏紧缩了一下 慌张的看向其他打更人 寄希望于他们能阻拦这个无法无天的同伴 但宋廷峰等人的态度 让府经历心里一沉 平静冷漠袖手旁观 他早听说过打更人的恶名特别嚣张 但要说打更人敢在衙门里杀害朝廷命官 他是不信的 宋廷峰迎着对方的眼神 笑得眯起了眼睛 经历大人 你侵占朝廷命官的遗产 即使这会儿不杀你 回头把你关到牢里 照样有发子整死你 唐寅罗补充道 这才是我们打更人怪用的手段 到时候奔出来的就不是遗产这么简单了 下官知错了 府经历咽口水 脸色惨白的认命 许清安这才收了刀子 踢一脚府经历 去 把收过银子的人都喊到大堂 本官要逐一问罪 府经历捂着鲜血直流的后警 跌跌撞撞的离开 直到他的背影看不见 许清安收回目光继续的检查遗物 唐寅罗措辞 你是怕有线索的遗物被侵吞 导致案子查不出来 如果是周明真的在遗物中留下线索 那么他不可能会选择那些贵重的 容易让人生出贪婪之心的物件 许清安说着抬头看了他一眼 我只是想拿回属于周明的东西 但案件结束 转交给他的家人 嗯 你的品德知道我欣赏 唐寅罗赞叹道 说完又补充了一句 虽然你很好色 不 这是最基本的道德 连死人才都不放过的家伙 才是烂人 是垃圾 许清安在心里吐槽 另外 男人的事能叫好色吗 分明是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许清安想起以前看过的段子 虽然我喝酒抽烟 纹身泡夜店 但我知道自己是个好女孩 虽然我白嫖白嫖加白嫖 但我知道我是个好男人 十分钟左右 一名穿青袍绣白嫖的官员走进库房 身后跟着简单包扎过脖颈伤口的府经历 以及同样穿着青袍绣露丝的官员 在官场 只要看官服就知道对方是极品 从而猜测身份 比如这位绣白嫖的青袍官员是六品 府衙里只有知府是正六品 只认衣衫不认人 这句话最初就是从官场流传出来的 脸蛋圆润 中年发福的知府 热情的迎上来 到了许清安等人进前 他痛心疾首 本官惭愧啊 本官御下不言 竟让他们做出这种丢脸的事来 他自我检讨着 掏出一个鼓张张的沉重小包裹 这里是一百五十两 是周经理的遗物 本官已替他追毁了 这种小事不需要施展望气数 义州知府能做到这个程度的退让 其实全看在巡抚的份上 许清安正是料到这一点才有恃无恐 知府若是不买账 他正好去张巡抚那里告状 当然这种事情可能性不大 他相信义州知府有这个智商 所以许清安伸手结果 掂量几下 没有死缠烂打 知府大人 帮忙准备马车 本官要将周经理的遗物 带回驿站 第二百三十二集 案情分析 知府呢 先是看了一眼胸口秀银罗的 见这位沉默不语 心里就有说了 在场 是这个与自己说话的铜锣为主 一定一定 许清安留下两名虎奔位 与府衙的衙衣配合 运送周民的遗物回驿站 他们则骑马出了城 随行的还有府衙的一位快斑捕手 也叫快手 周明的尸体被埋在城外三十里的乱葬岗中 这年代的乱葬岗更像是前世的公墓 坟头一座连一座 乱葬岗里葬着的都是贫苦人家的王者 家境阴实些的会请风水先生挑选墓址 几位大人 周经历的坟就在这里 快手指着一棵柳树 柳树下有一座小小的坟包 几名虎奔位摘下挂在马沟上的铁铲 泥一铲为一铲地挖开了坟头 土屑飞溅 随着冬的一声闷响 铁铲撞到了棺材 虎奔位们抹去棺材外的泥土 狂的一声 撬开博棺 一股难闻的恶臭味涌出来 众人齐齐后退了几步 武者嗅觉敏锐更加受不得这种恶臭 许其安取出一枚瓷瓶 把里面的小药丸分给众人扶下 这是四天剑术士给的防疫杀毒的药丸 接着他掩住口鼻走到棺材边 一举身穿白衣的男尸静静地躺着 铁青的脸仰对着天空 他的皮肤是青黑色的 布满身浅不一的尸斑 脸上腐烂出几个孔洞 蛆虫在肉洞中蠕动 身躯略有肿胀 这是死后皮肤组织充满腐败气体 导致的肿胀现象 这时候的皮肤 只要轻轻一戳就会破裂 腥臭的血水喷溅 许秦安以前学过这个知识 但是呢 还是第一次见到 我的妈 老子要裂开了 许秦安强行忍一下 泛涌的胃酸 沉声说道 解开他的衣服 胡本伟认命地看了他一眼 是 半个小时后 许秦安看完尸体 初步断定 确实非外力致死 他没在尸体上找到致命伤 重新埋好周民的坟 府衙的力源 领着他们在附近的小溪里清洗了一番 然后返回白地城 死因差不多可以确认 就是无神教的人干的 梦中杀人 死品无师的手段 那他要杀我们是不是很轻松啊 目前唯一的线索是半块玉佩 可是单纯只是玉佩 没有更多信息的话 无从查起啊 下午两点半返回驿站 张巡甫带着一群铜锣银锣 正对着周民的遗物翻来覆去 寻找线索 张巡甫眉头紧皱 看了一个时辰了 你们有没有发现啊 打羹人们摇头 张巡甫严厉质问 周民不是打羹人的案子吗 你们打羹人没有联络案号 根本对不上 一位银罗门生说道 会不会早就被凶手拿走 或毁坏了 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些没用的废物 另一位银罗猜测 这都过了半个月了 什么线索都没了吧 还怎么破啊 谁都破不了 一位铜锣嘀咕 废物 张巡甫 张巡甫心里有些烦躁 他是御史出身 不通行案 只能依仗这群打羹人 可打羹人们打架在行 长案呢就有些外行了 直接让术士去质问杨川南吧 搜主意 哼 四品以上 术士的指控便不做准 本官知道他羊川南勾结山匪 可是证据呢 没证据怎么治罪 怎么治一个二品的都指挥使 打羹人们叹息着摇头 行了 巡甫大人别为难他们了 周明确实没有使用案号 江吕中摇摇头感觉到了棘手 原以为周明会用打羹人独有的案号 做联络线索 指引着他们找到证据 但检查了遗物之后 没有任何发现 张巡甫无奈 也有可能是被凶手毁掉了 那怎么办 一位云罗问道 就只能指望许宁艳了 他能在眷宗中找到睡颜案的破绽 能在桑坡案中查出平阳郡主的旧案 未必不能查出这次周明的无头案 可要怎么查 本官怎么知道 张巡甫瞪了眼说话的铜锣 这时许清安正好走进来 身后跟着随行的打羹人和虎奔位 张巡甫眼睛一亮 掩尸结果如何 与府衙的掩尸隔目一样 尸体方面不会有什么发现了 巡甫大人有些失望的点点头 听说你伤了府衙的经历 我有分寸 不会杀人的 许清安指着这些遗物 有没有线索 一众打羹人摇头 没找到联络案号 或许是被人毁了 江绿忠叹了口气 哎呀 宁业 只能靠你了 他悬疾环顾众人 沉声说道 你们都学着点 看看他是怎么破案的 谁能学个师之一二 老子重点培养 这些铜锣银锣 都是他麾下的 江绿忠一直很想要许清安 但是未公不给 他只能出此下策 让许清安来培养 他麾下的打羹人 许清安寻了个位置坐下 没有继续检查遗物 沉思片刻 打羹人衙门的暗号 保密吗 银罗以上都知道 与案子接触过的通罗也知道 那就是不够保密 许清安给自己倒了杯水 中民极有可能 没有使用衙门的联络暗号 何以见得 如果暗号保密级别高 凶手不可能在一种一物中 准确找出线索并毁掉 那么暗号现在应该被我们找出来了 可是没有 如果保密级别不高 周民作为二十年的老案子 经验丰富思虑周全 怎么可能会用这种粗陋的方法 太容易被破解 所以这事其实不复杂 答案只有一个 他用了其他方式藏证据 打羹人无声堕一事 都有些震惊 对啊 是这样 照一看没有头学 其实只有一种可能 周民用其他法子藏了证据 大羹人们 振奋记掌 只觉得豁然开朗 张寻福微微汗手 继而皱眉 可是我们也随之陷入迷茫 如何找出他藏起来的证据 那让我们从头来分析 第二百三十三集 解开谜团 许清安 说不到的话 那藏证据的意义在哪儿 说到这里 所有人都愣住了 场面陷入短暂的寂静 许清安打了个响指 看着那位无意中 倒出玄机的铜锣 没错 周民藏证据的目的是 为了被找到 被我们找到 顺着思路 你们再去想 张寻福以全机长一叠声的称赞 略显亢奋的说道 是这个道理 周民不会把证据 藏在谁都找不到的地方 那么藏着线索的物件 不会贵重 但很显严 一下子 所有人的思路都打开了 感觉触碰到了新世界的大门 兴奋的开动脑筋 几分钟后 大耕人们茫然的对视 可是 这些物件都检查过了呀 没有暗号 也没有能与玉佩契合的 新世界的大门轰然关闭 又开始怀疑人生了 于是 大家把目光投向了许清安 钳指线索太少了 无从查起 不过 查案就是要找线索 一个好的刑侦专家 善于从各个角度推敲 从细节里寻找线索 而菜鸟只会像小朋友一样 满脑子问号 许清安 对众人的目光视若无睹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有没有头绪 一位银罗忍不住问 但话没说出来 就被江吕中封住了嘴 别打扰他 江吕中沉声说道 张巡甫也压了压手 示意大家稍安勿躁 他把宝都压在了许清安身上了 这个年轻的铜锣 用自己的战计 证明了他的价值和能力 张巡甫忍不住想 卫公之所以派许清安来 是不是料到了云州的变化呢 正因为料到此案的艰难 所以才派遣许清安这位破案奇才来为本官助阵 卫公果然深谋远虑 不拘深远啊 相应的神机妙算的卫公会派许清安来 说明他一定能破案 张巡甫呢 暗暗的振奋感觉 心情一下子舒畅了起来 不再那么烦躁 他是御史出身 破案那真是太难为他了 还好有许宁艳呢 许清安不知道张巡甫丰富的内心系 他沉浸在自己的推理中 这些遗物里真的有线索吗 如果我是周明 我会想办法给打更人留线索 但未必会留在遗物里 因为这太容易破坏了 只需要一场大火就能化为灰烬 但不留线索又不行 所以最保险的办法是双线操作 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 对双线操作 杨莺莺就是周明的另一个篮子 杨莺莺是意外收获 并不是周明留给打更人的线索 既然周明的遗物中没有寻找到线索 为什么不试着从杨莺莺这里突破呢 想到这里 许清安精神一阵 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练神经的阴罗们敏锐的察觉到许清安的情绪变化 他们也随之精神一阵 正要发问 发现许清安毛子重新暗沉 又陷入了苦思之中 明侦探许宁燕的推理 再次遇到了一个瓶颈 那就是杨莺莺身上的线索太少 还是那个问题线索太少了 单纯只是半块玉佩 顶多猜测它是某种信物 重新梳理头绪 把周明的另一条线排除 专注杨莺莺这个篮子 假使杨莺莺到了青州 找到紫阳居士 并奉上玉佩道明原委 许清安在大脑中模拟着过程 那紫阳居士该怎么做呢 他也将面临我现在的困境缺乏线索 一头雾水又缺乏线索的情况下 肯定是想办法获取更多的信息 那么怎么获取信息呢 当然是问带来玉佩的人 对对对 就是询问带来玉佩的人 我想到了 我想到了 想到什么了 许清安大声说道 所有人几乎是异口同声的问 想到了什么 不急 许清安吩咐 喊杨莺莺过来 我有话要问他 快去快去 张巡甫催促道 一鸣铜锣当即上了楼 把吃完饭就待在房间里 不出门的封鱼少妇给请了出来 杨莺莺还是初见时的粗布衣裙 盈莺失礼 大人换名副下楼 所谓何事 周明当夜把玉佩交给你时 还说过什么 除了名副先前说过的那些 周大人并没有额外交代 要不然名副不会忘记的 他一下子称周明为夫君 一下子称周大人 这是极度不自信的表现 心里认定周明是夫君 可又觉得自己没有名分 名不副实 因此称呼反复变化 许清安摸缩着茶杯 肯定还有交代的 不然子杨居士就算是神仙也束手无策 周明是资深的暗子 智商绝对在线 杨莺莺不知道 可能是她并没有察觉 你把周明当晚与你说过的话 转述一遍 是 杨莺莺为难 名副哪里还记得 不需要你一字不漏 讲个大概别是 许清安安慰道 同时心里微微一沉 杨莺莺之所以不记得 恐怕那晚两人说的 都是些家常里短的话 就像你走在大街上 见到形形色色的人 不会去记得他们的模样 甚至连衣服颜色都转头就忘 越平常 越不会记在心里 那晚周大人来找名副 还顺与以往一样 给我带了些 胭脂水粉和小礼物 再就是一壶酒 几斤猪头肉 对着时 她照常与我 唠叨了些官场上的事 以及 云州的匪患 但因为名副一见女流 我爱听这些 因此周大人没说太多 而是继续猜字迷 吃完饭 名副服侍她时 她才与我说起那件事 并把半块玉佩交给了我 许清安让她重点讲了官场和匪患 但发现那只是周明的抱怨而已 字迷呢 都有哪些字迷 杨盈盈想了想 柔声开口 十张口 一颗心 许清安刚要想 张巡抚便抢答了 死 正是 杨盈盈继续说道 千里丢衣 百里丢衣 不 杨盈盈点点头 一口吃掉牛尾巴 够 巡抚大人厉害呀 大羹人和虎笨卫 投来敬仰的目光 不知道为什么 张巡抚竟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那种终于不是毫无用处 本官亦是人中龙凤 岂能让许宁业一枝独秀的唱爽感 油然而生 蔡字迷对读书人来说 完全是家常便饭呢 许清安不满张巡抚总是插嘴 打断自己的思路 敲了敲桌面 巡抚大人 我也有一个字迷 困扰许久 张巡抚微微汗手 示意她出题 文姑娘嫁人 张巡抚先是眉头微皱 接着眉头紧皱 然后脸色僵硬 最后整个人都茫然了 呆呆地站在那里 许清安满意地点点头 看向杨莺莺 让她继续说下去 最后两个分别字迷是 白月无瑕和日月同天 前者是黄字 后者是明 许清安吩咐同僚找来纸笔 在桌上铺开写下 斯 伯 高 黄 明 五个大字 江绿忠反复看了许多遍 这五个字代表什么意思 五个字无法串联起来 每个字都是独立的 周明想表达什么 或者 真的只是随口玩的字迷 许清安转头看向张巡抚 巡抚大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罢了 这五个字显然不是字迷 那么巡抚大人的作用就没了 让她去跟文姑娘较劲吧 随后 许清安也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倘若这是周明要透露 给紫阳居士的线索 那么他不会太深奥晦涩 必须是 第一次来云州的人 也能轻易发现的 什么东西是出来乍到 也能轻易发现的 换个思路 什么东西是出到云州的人 所需求的 想到了 许清安常常吐出了一口气 我解开谜团了 第二百三十四集 又是一场头脑风暴 解开谜团 查出来了 在场众人均面露狂喜之色 但又觉得难以置信 怎么做到的呀 明明一点头绪都没有 这么一桩无头案 他轻易的就解开谜团了 明明大家都参与到案子里了 都进行了一番讨论 同样的信息 同样的线索 大家一头雾水 凭什么他就解开了呢 许宁燕真的恐怖如斯吗 在文姑娘出嫁的 自迷里钻牛角尖的张寻甫 浑身一震 突破了封印 狂喜的拽住许清安的胳膊 这一刻老张施了寻甫大人的架势 一叠声的追问 你解开谜团了 当真吗 当真吗 嗯 这时候我要说骗你们的 估计会被打死啊 许清安起身往外走去 至少有重大突破了 在众人的目光注视里 他来到驿站的院子 从马匹的挂带中抽出那张勘鱼图 返回大堂在桌上摊开 自迷的玄机就在堪于途中 许清安双手按住地图 抬头环顾众人 仅仅靠一块玉佩 是传达不出信息的 周明慧想办法 让莺莺夫人带去更多的信息 但为了保密 她采用了猜自迷的方式 她瞒过了所有人 包括莺莺夫人 但以紫阳居士的智慧 只需要仔细询问 必然能看破字迷的秘密 朱广孝皱着眉问 那为什么字迷的秘密 是在堪于途 因为堪于途是最容易得到的东西 也是首次来云州的紫阳居士 必定会入手的 对呀 堪于途一战里就有 初来乍到 入手一份堪于途是首要选择 众人恍然大悟 我的推理是对是错 大家一起来验证 许清安低头看向地图 自迷提供的五个字体分别是 思 博 告 黄 明 众人哗啦啦的涌到桌边 与他一起看地图 这份堪于途展开 几乎覆盖了整个桌面 把整个白地城囊 扩进去 一条条街道 一座座建筑 湖泊 桥梁 衙门等等 上面都有标记 众人一边默念着那五个字 一边搜索着相应的名字 宋廷风忽然指着某处 思明桥 人们的目光随之落在他指头点在的位置 那里勾勒出拱桥的轮廓 迎头小字标志 思明桥 另一位铜锣旋即指着另一处 这里有一个黄伯尖 告和黄两个字 则没有找到相应的地点 尤其是黄这个字 太反忌讳了 整张地图里都没有 徐清安分析 线索很可能就在这两个地点中的一个 剩下两个字 没有用了 其他字可能是掩然耳目 掺水掺进去的 暂时先不用管 等我们搜索这两个地方 看有没有收获再说 张寻甫挑选出六名打更人 换上闭眼妆前去黄渤街探查情况 许清安则带上朱广孝和宋廷风两位好基友 去思明桥探一探究竟 黄渤街离一站不远不近 十多里路程 思明桥则足足有二十多里 三人策马狂奔在宽阔的街道 沿途的阁楼宅院 有着明显的南方特色 白墙带瓦 院子里喜欢种枇杷树 枇杷是云州的特色之一 此外 百姓的穿衣风格 与京城也有极大差距 桌里的穿衣更加自由 到处都是小黄人 而在京城 明黄色的布料是皇家专用 但在云州 许清安见到好些穿明黄袍子的路人 许清安心生忧虑 虽然各地风气不一样 可朝廷对云州的管控力 是不是太弱了呀 云州这边的气候可真难受啊 这潮湿阴冷 还是咱们京城好 冷是冷了些 但没这么渗人 我今天送行商回去时 看见路人一边走一边抖 你们俩就像是北方的狼 来南方动成了二哈 许清安笑着说道 当然 练气境的舞者已经不惧寒暑 他纯粹是调侃 两个人茫然的看着他 二哈是什么呀 其实在这个年代 南方的冬天比北方要好太多了 穷苦人家冬天收集起稻草 再有一个遮风挡雨的住处 就能挨过冬天 北方不同 北方很多买不起碳的贫苦人 在冬天无声无息的死去 毕竟大凤的北方没有暖气 再有一点 冬天南方骑马骑着骑着 鼻涕水就出来了 冬天北方骑马骑着骑着 鼻子就没用了 半个小时候呢 他们抵达了目的地 斯明桥跨在一条小河上 是一座有两大两小孔洞的拱桥 由汉白玉叼弃而成 桥身布满青台 三人在桥上仔细检查许久 最后许其安目光锁定了桥身外侧 一块突出的石砖 两指捏着石砖缓慢的往外拽 一点点的把板砖大小的石砖给抽了出来 他伸手在砖洞里摸索了片刻 摸出了一只锦囊 果然正是因为这个锦囊 让石砖无法的严丝合缝 真的有东西 宋廷风大喜过望 抠拢过来催促 打开看看是什么 许其安打开锦囊 那里是一张纸条 展开纸条上面写着 末一百六十二三百四十七四一二 末一六二三四七四一二 这两组数字代表什么意思呀 卧槽 周明真的娘的是个人才啊 太花里胡哨了 可惜人已经死了 许其安盯着纸条陷入沉默 宋廷风和朱广孝对视一眼 牵着茫然道 啥意思 我怎么知道 许其安没好气的回复 同样是打更人怎么差距那么大呀 看看人家一个暗子 比你们这俩祸强多了 没得比 没得比啊 暗子本身就是佼佼者 各有特色 不然怎么做潜伏任务 宋廷风不服气的辩解 咱们这些衙门里打更人 只负责武力就行了 暗子属于拥有特殊技能的人才 或心思缜密或聪明绝顶 而衙门里的打更人 只负责暴力输出 两者是不同的 此时临近黄昏 许其安收好纸条 无奈说道 先回去吧 等待他们的 不 等待他的 又将是一场头脑风暴 第二百三十五集 我十二天没有睡觉了 义战 因为黄渤街离义战更近 去这条街探查情况的大更人已经返回 带回来令人沮丧的消息 张寻福质问 没有发现 你们要好好探查吗 那街白日没几个人影 问了隔壁街的住户才知道 是个狗事 只在夜里开始 这会儿根本没人 前去探查的铜锣郁闷的回复 一条街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这么眉头苍蝇似的扎进去 能有什么收获呢 逢人就问 认不认识都指挥使司的周明周经历啊 重大更然是一阵泄气摇头晃脑 张寻福喝了口茶做了片刻 坐不住了 在大唐来回夺补 黄渤街没有线索 现在只能等许宁宴那边的消息了 如果他们也没有发现的嘛 案子就回到了原点 他们还是原地踏步 张寻福嘀咕道 千万要有收获呀 不然真成无头案了 他的嘀咕声 一字不漏的进了几位银罗和江绿钟耳朵里 他们回来了 门口位置的铜锣惊喜的出声 一伙人动作整齐画衣的扭头望向门口 看着许清安带着两位同僚返回 怎么样 江绿钟连忙问 张寻福袖袍下的手握成拳头 期待又紧张的盯着他们 许清安抽出纸条放在桌上 刹那间十几双手一起伸了过去 啪的一声 江绿钟一巴掌拍开所有的爪子 急哄哄的抢过来展开信条一看 眉头又皱了起来 这写的什么 啊 好吧 不是打个人衙门的暗号 许清安做出了判断 我看看 张寻福飞奔过来 劈手多过纸条 纸张写着两组数字 墨一百六十二 三百四十七 四一二 张寻福陷入长时间的静止状态 脑海里闪过一本本读过的圣贤书 随后呢 排除语书中典故呼应的这个选项 这和文姑娘嫁人一样 都是欺负人的题目 张寻福正苦恼着 看见许清安默不作声的上楼去了 你呀 你去做什么 许清安在楼梯上回头无精打采 回房间观想 不然 我感觉自己随时会猝死 啊 二十二天没有睡觉了 张吕中眉头狠狠的一跳 他已经知道许清安在冲击炼神经了 当初在运河上 许清安就曾问过类似的问题 如何冲击炼神经 这几天 看着他黑眼圈日益加深 张吕中猜测这小子可能在冲击炼神经 就是不知道他干了多少天了 十二天呢 十二天还没突破极限 中途还打了一架 这意味着许清安的原神潜力很大 非常大 他踏入炼神经的话 原神会得到质变 张吕中自己当初浸身炼神经 熬了十六天 其他金螺相差不大 看这小子的样子 十二天明显不是极限 不知道他能一口气撑多久 想到这里 江吕中沉声说道 记得别睡着了 回到房间 许清安脱掉鞋子在床上盘坐 边图纳炼器 边观想巨人图 时而转换金尸咆哮图 介入家境 忽然听见了敲门声 他睁开眼 啊 什么事啊 营燕 状态好些了吗 张寻甫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得到许清安肯定的答复后 他玄机说道 随我去参加晚宴 会一会云州官场 啊 晚宴 巡抚大人进城这么久 云州官场不可能不知道 许清安精神状态好了许多 反正也不能睡 在驿站待着屋去 啊 大人稍等片刻 他穿上靴子 把放在床头的铜锣绑在胸口 黑金长刀挂在后腰 打开房间的门 张寻甫站在门外 穿着飞色官袍 身子鼻挺气态斐然 两人相互汗手 结伴下楼 在大堂等待片刻 江绿中才从院子里走进来 人员清点完毕 走吧 豪华马车停靠在驿站外 随行护卫的虎奔卫三十人 打耕人七人 本次夜宴地点是一处临河的大院 不正使司专门用来宴请官员的府邸 四进四处的豪宅 今夜月朗星夕 无风 虽是隆冬 但适合在后花园摆宴 身为本次晚宴的核心 同时也是客人 张寻福特意晚到了一刻钟 这既是百官微 也是给出宽裕的时间 让主人做准备 抵达府邸门口 桌里早已停满了 各式各样的马车和轿子 或华丽或简陋的座驾 代表着一位位官职不一的大老爷们 在侍从的带领下 张寻福一行人来到前厅 看见了穿各色官袍的云州官员们 林林总总一百多位 其中就有许清安 今日见过的云州知府 哈哈哈哈 巡抚大人 爽朗的笑声中 一位穿飞袍 刘长旭的官员迎了上来 不正使大人 张巡抚笑着弓手 不正使 相当于省长啊 许清安审视着云州不正使 他颧骨略高 眼睛狭长 笑起来时 眼睛眯成一条缝 给人势快精明的感觉 你也是宋庭峰失散多年的老爹啊 对了 没记错的话 这位不正使也姓宋啊 许清安的嘴角勾起 不正使引着张巡抚诸一介绍 许清安目光追随着 把在场的官员牢牢记在心里 这位是咱们云州的都指挥室杨大人 送不正使来到一位儒匠风格的中年男人面前 周围的声音一下子小了许多 一双双目光停留在张巡抚和杨川南身上 两位朝廷大员彼此审视片刻 齐声大笑 张巡抚 久仰久仰 气氛顿时又轻松起来 官员们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我怎么有种千军一发的错觉 有那么一瞬间 许清安都以为场面会陷入江宁 或者双方阴阳怪气的嘲讽几句 勉力藏针 这才符合官场老阴阳人的形象 结果竟如此和谐 不正使当即说道 新副大人 晚宴已经准备妥当 咱们一起去后院 一周之地 级别最高的三个衙门分别是 都指挥史司 不正史司 提刑暗查史司 其中提刑暗查史司 隶属于都查院 因此提刑暗查史 在张巡抚面前最像个狗腿子 来到后院 中官入席 主桌这边发生两个有意思的插曲 第一个插曲 张巡抚招了招手 凝雁 过来本官身边 第二百三十六集 晚宴和琵琶 主桌 总共是十个位置 一个唾沫一个钉 该做什么人 能做什么人 在官场有着严格的规矩 众人顿时看向叫做 凝雁的年轻人 他穿着玄色制服 披着短披风 胸口绑着明刻暗闻的铜锣 后腰悬着一口特殊的 与制式配刀不同的修长战刀 眼光老辣的人 只是看这一口战刀 就意识到 这位铜锣身份不同寻常 无论在哪里 能搞特殊的人 就不会是普通人 不少官员暗暗留意了许清安 第二个插曲是 都指挥使杨川南挡住了一位入座的官员 指着自己的位置说道 有位朋友要来 那位官员一愣 而后想起了什么 竟恍然大物般的一拍脑袋 毫无怨言的去了其他拙 朋友 不是某位大人而是朋友 许清安正襟危坐 张巡甫低声说道 您呀 今日说的那个字迷 巡甫大人 其实很简单 只需要转变思路 怎么说 您就是太正经了 身为督察御史的张巡甫 在京城官场属于清贵 阎官嘛自然是清贵的 要换成吃喝嫖赌样样精通的官场混子 早就瞄懂了 张巡甫正要说话 余光瞥见了一个身披轻甲的妙龄女将军进来 他身段高挑 郊区比例堪称完美 扎着高高的马尾 哦 又漂亮又帅气的军娘 许清安眼睛猛的亮起来心说 哦 云州还有这般姿色极品的美军娘 这一身打扮可比什么JK 黑丝 护士 空姐 要有人多了 不是一个档次啊 美军娘静止去了主桌 坐在都指挥室杨川南身边 张巡甫审视着军娘 在脑海里过了一遍云州官场的人物名单 发现无法对号入座 他好奇 这位是 杨川南笑道 大家想必都没有听说过飞燕女侠的大名 他叫李妙珍 是本官聘用的尤其将军 这一年多来啊 四处剿匪屡历战功 若是论功行赏的话 本官这个都指挥使的位置 就得拱手让人了 他的话 引来总官员一阵表态 对这位女将军赞许有加 张巡甫没有表态 只是点点头 杨川南聘用的尤其将军 也就是说没有编制啊 不属于正规的朝廷将领 徐其安审视着美军娘心里一动 二号也在云州 也热衷于剿匪和喷原景地 他说过自己不是朝廷中人 我还曾称赞过他 侠干义胆 而这位小姐姐叫飞燕女侠 飞燕女侠 在运河之上聊天时 二号力挺杨川南 与他关系匪浅 他不会就是二号吧 徐其安不动声色的喝茶 不着急 慢慢再找机会试探 地书聊天群里 现在可以确认五号和二号都是妹子 二号颜值很能打 制服诱惑可以的 不知道五号颜值怎么样 南疆的小蛮妞 两列穿彩衣 路相间的舞姬入场 在乐视的伴奏中翩翩起舞 云州没有紫阳居士 因此大家都不抬举许其安 话题围绕在京城和张巡甫身上 呸 官场应酬着实无聊 浪费时间 李妙真不动声色的打量巡甫一行人 他重点放在江绿忠身上 知他是位金螺四平五夫 但擅长什么 性格如何一概不知 年岁不小 但气血似乎正直巅峰 不知道擅长什么兵器 养出了什么意 嗯 宴会结束后问一问三号 李妙真低头喝一口酒 玄机开始审视许其安 他气息内敛看不出气机身前 但同皮铁骨镜的舞者 提表偶尔会有神光闪烁 而此人没有 顶多是个炼神镜 双眼中难掩疲 眼带浮肿 一幅被酒色掏空身子的色胚模样 此人要么是打耕人 衙门某位大人物的亲戚 要么是张寻甫的亲戚 听杨川南说过 督察院归卫院馆 张寻甫把自己亲戚安排在打耕人 合情合理啊 晚宴在和谐的气氛中走入尾声 下人们端上来一盘盘色泽暗沉的琵琶 饱满大颗 诶 这季节还有琵琶 许清安捏起一颗不怎么新鲜的琵琶 剥皮尝了尝 酸酸甜甜滋味很不错 最主要的是竟然没有盒 啊 巡抚大人尝尝 我们云州的琵琶可谓是一绝啊 成熟于春末夏初 京城可吃不到这么爽力的琵琶 琵琶成熟后便一直保存在冰库里 每十日挑剑一次便智的 到了现在所剩不多了 宋长甫 宋不证实热情的抓了几颗 放在张勋甫面前 张勋甫吃了一粒惊奇的瞪大眼睛 嗯 竟然无盒 宋不证实笑而不语 其他官员也笑了起来 张勋甫颇为惊奇 无盒的琵琶 他是第一次吃到 体验感简直不要太好 不可置信 世上竟然有无盒的琵琶 妙 妙啊 这算什么呀 你要吃了五子西瓜 岂不是要感动得泪如雨下 许其安心说 张勋甫的说道 这无盒的琵琶 是云州的特殊品种 本官以前怎么没听说过呀 非也 只因琵琶术 受过白帝庙的香火气息加持 因此才结出无盒琵琶 是啊 是啊 此难我云州极锐啊 宋不证实笑着 哎 云州本就是得天都后之地 收白帝赵福 风调雨顺哪 众官员立刻吹捧起来 给张勋甫灌输 云州祥瑞之地的思想 众志成成 张勋甫陷入沉思 他品出味道来了 但猜不透琵琶无和的玄傲之处在那里 谨慎的没有反驳 宋不证实又拨了一颗琵琶 递过来笑着问 徐甫大人 您说是不是 张勋甫无奈 宋大人所言 宋大人此言诧异 冷不丁的 许清安开口打断 主桌以及其他桌的官员 看了过来凝视着许清安 低头吃菜的李妙珍 心里很不屑 他是知道原因的 只是他如今站在云州官场这边 因此没有拆穿 宋不证实 他抬起头 盯着出言不逊的许清安 想听他会说些什么 宋不证实皱了皱眉 看像差不多被自己忽略了的铜锣 笑容不变 这位大人有何指教 许清安放下酒杯 缓慢咀嚼嘴里的食物 咽下 这才拿起一颗琵琶 原理其实简单 只需在琵琶花期 拔掉花蕊中心一须 截出来的琵琶便不会有何 不证实大人 下官所言可对 席上一下子寂静了 四周的云州官员 脸色僵硬的看着他 宋不证实神色 疏软凝脂 第二百三十七集 宁艳干得好 在这个时代 截出乌合琵琶的法子 绝对可以称之为秘书 可对于有好好学习初中生物学知识的许清安来说 这不过是机操而已 他甚至还知道可怜的职务想要传宗接待 不得不请蜜蜂这位隔壁老王帮忙受种 场面一下子有些僵宁 徐其安的这番话着实让众官员措手不及 难以置信 要知道他们当初了解到琵琶去河法子 那叫一个排案叫绝呀 岂料竟然被一个小小铜锣给一语道出 李妙珍睁大了美眸 重新开始审视小铜锣 他意识到自己可能猜错了 这个铜锣或许是个被酒色掏空身子的色胚 但他不是酒囊饭袋有几把刷子的 能被张巡甫安排在主桌 看来是有几分本事的 李妙珍收起了轻视之心 玄吉就意识到自己还是小觑他了 其余的银罗铜锣被安排在其他桌 为什么这小子能坐在巡抚身边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有几分本事能解释了吧 其他的银罗铜锣就不是人才了吗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李妙珍幸灾乐祸的冷笑一下 他乐得宋不正使吃别 即使以宋不正使炉火纯青的官场修为 心中的羞耻依旧翻涌不息 先前说的天花乱坠 又是白地庇佑 又是香火熏陶 结果呢 当着众人的面 以及巡甫的面 被硬生生的揭穿 你呀 这种微末寂寥 宋不正使自然会与本官说明 你多什么罪 张巡甫训斥道 他表面训斥许其安 其实免礼藏针的暗讽宋不正使 不知这位大人高兴大名啊 不过有了巡甫大人的打岔 不正使大人终于缓过劲来 脸色不变地问道 下官姓许 明其安自宁验 此子颇有才华 张巡甫抚摸着胡须 笑吟吟地抬了下许清安 果然 众官员又把挪开的目光 重新聚焦在他身上 撕损着这个铜锣的身份 以及他在巡抚队伍里的地位 原来他叫许清安 这个名字好好说啊 李妙真略一思索 想起许清安是谁了 他记得三号曾经提过此人 并对其赞誉有加 是他呀 能得三号这般看重 果然不凡 一场尴尬被宋不正使强行化解 他随口介绍着云州的风土人情 绝口不提琵琶的事儿 证明心里还是非常介意的 张巡甫喝到微醺之时 晚宴变散了 没有鸣顶大醉 也没有不长眼的提议去教方司刷刷 否则宋天风一定很高兴 这种格调的晚宴 反而不会有太之醉金迷的行为 就像朝堂的诸公们 几乎是不去教方司的 人到了一定的位置 身份会推着你去估计形象 即使你是个巨贪 你表现出来的外在形象 也得是伪光正的 就拿许其安来说 他现在可以尽情的白嫖 因为他年轻身份也低微 可当他有朝一日位高权重 他就得付钱了 离开府邸 张巡甫与众官员在府邸外 坐一分别 然后上了马车扬长而去 马车行驶出一段距离后 他扬起车窗的帘子暂许 银银做得好 许其安知他指的是琵琶无和之事 小时一桩 张巡甫嘖嘖两声 交台时语气越来越随意 没有了关架子 你竟然连农丧之事也精通 不等许其安回答 前头的江绿忠笑着插嘴 他甚至精通练金术 不比斯天剑的白衣差 你把我的波给我装了 那我装什么呀 许其安纠正 错了 斯天剑的白衣得喊我办师 三人哈哈大笑 许其安呢顺势问道 大人今日为何如此和气 张巡甫回头望了眼 已经看不见的府邸 这云州当以宋不正使为主 他与杨川南不和 许其安回忆了一下 是有点冷淡 但那杨川南对谁都冷淡 哼 这说明云州官场大部分人都姓宋 请大人指教 三思之中 以都指挥使司权力最大 但刚才迎接本官的是宋不正使 虽然不正使李当在这样的场合出面 可你仔细想想 他率先给本官介绍的 是提刑案查使 而非都指挥使 显而一见 这两人关系不睦 本官在席上留意到 杨川南大多时候保持沉默 不正使才像个主人翁 哼 这在官场上 可是很抢救的东西 不荣越祖代跑 宁烟 学着点 我一个武夫 学这些干嘛呀 许其安呢 暗暗记了下来 还有 我现在回过味来了 知道为什么姓宋的 要在宴上送琵琶吗 装逼呗 许其安摇头 不知道 但凡是有好奇心的 都会追问 他不答 算是给我一个 不轻不重的虾马威 哼 再就是给我一个暗示 除掉一人 云州可安 正如那琵琶 除掉谁 不言而喻 你们当官的至于吗 一天天的就知道 勾心斗脚 许其安头疼的捏了捏 没心 卫公说的对 我果然不适合官场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一半给福香 一半留着修行 再没那么多精力混官场了 许其安一副头疼的模样 让张巡抚开怀大笑 心态一下子平衡了 巡抚大人 不如咱们再来猜一个字迷 许其安似笑非笑 张巡抚下意识的想拒绝 但感觉自己读书人的尊严被挑衅了 眉毛一扬 你说 女人生孩子 猜四个字 许其安笑咪咪的 张巡抚脸色渐渐僵住 渐渐茫然 渐渐的无能狂怒 然后放下了车窗的帘子 江吕中和许其安齐声大笑 马车里传来巡抚大人的冷哼声 第二百三十八集 二号的提问 另一边呢 都指挥使杨川南进了马车 刚放下帘子 就被重新掀起 扎着高马尾 影子勃勃的李妙真上来了 杨川南皱着眉 众目睽睽之下 你进我马车 不怕明节受损 江湖儿女不在乎这些 李妙真摆了摆手 我来问问你情形 那个巡抚似乎还算客气 没准只是走走过场 你要不要花点银子打点打点啊 他知道大风官场的规矩 有银子就是朋友没银子 亲兄弟也照样是铁面无私 杨川南摇了摇头 给御史送银子 先死的不够快啊 倒是可以考虑 将他们尽数斩杀在云州 李妙真呢翻了个白眼 你觉得这位巡抚大人如何 中庸 那好呀 他越无能理越安全 中庸不代表平庸 不露爪牙的才是最危险的 可能 人家已经在暗中积蓄着 给我致命一击了 那位铜锣需要注意 早已知晓许清安不同寻常的李妙真 秀眉一阳 你看出什么了 车轮凌凌 杨川南掀起晃动的窗帘 看了一眼外头的夜色 做思索状 他的配刀 与其他打羹人不同 却一样是刀 非其他武器 据我所知 打羹人的配刀 来自司天剑 属于半法器范畴 只有一个解释 那就是 此人佩戴的是把法器 李妙真点了点头 能使用法器的 要么身份不一般 要么与司天剑关系不一般 气态也不对 我观察过他 尽管不说话的时候很老实很拘谨 但其实对张寻府也好 对宋长府也罢 都没有太大的敬意 这可以理解为武者的桀骜 不过 练气静的能有这份桀骜 实在是难得 至于疆虑中 四品金螺 反而没什么好说到的 忌惮就对了 返回驿站 还得继续抱甘修仙的许清安 在宣纸上写下了周明留下的两组暗号 到头来还是我一个人悲弃所有 烈神镜这个晋升模式搁在我那个时代 肯定大受欢迎啊 宅男们干到天荒地老 干到头发掉光 干到女朋友留下心里阴影 他们没有女朋友 那没事了 老江说过 武夫是一步步提升自身 最后成为神魔般可怕存在的体系 炼精镜和炼气镜 更像是我上辈子看过的武侠电影 而且还是低武 但炼神镜以后层次就拔高了 炼气镜还是得吃饭睡觉 我怀疑炼神镜可以长时间不眠不休 这就已经非人类了 许清安的猜测是有道理的 炼精镜打凹体魄 让武者可以高强度战斗 炼神镜淬炼原神 晋升方式是爆肝熬夜 一旦顺利晋升炼神经 肉身和元神都可以长时间高强度工作 不眠不休 包括武者体系在内 各大修行体系都是循环渐进的 每一个品级都在为下一个品级打基础 比如树式体系 医者这个品级是为旺气树做铺垫 旺气树则是为风水师打基础 而风水师的强化板是阵法师 逻辑性很强 给人一种不玄幻 脚踏实地晋升的感觉 他的思路重新回到案子 案号不是打更人牙们的 应该是周明自创 这就有点离谱了 谁猜得出来啊 难道就好比我留一个案号 枯叶 除菊 梨沙薄 落花漫天 海溢随 方言九州市上不可能有人对得上来 今天测血太频繁了 脑细胞耗水严重 可是又不能睡觉 无聊啊 如果浮香在就好了 我们可以愉快地做一些有益身心的运动 但是我可能猝死在他白花花的肚皮上 就在这时他忽然心记了一下 差点猝死 连忙深呼吸 然后从枕头底下摸出地书碎片 满腔愤怒地准备喷尸哪个大傻子 大半夜的不睡觉还水群 定睛一看 三号 我有些事想问你 你可以提一个条件作为交换 二号 是那个军娘 我正愁没机会试她呢 徐青埃一指代笔 输入信息 喝 我想先听听你的问题 巡抚队伍于今日抵达了云州 我想知道关于江律中的信息 她的意 她的性格 她的弱点等 几个意思啊 徐青埃吃了一惊 二号是把老江当做了遐想敌了 不 是真正的敌人 于是开始搜集信息 准备战斗 先不说老江和我交情不错 就算没有交情 我也不可能把她的弱点告诉你啊 毕竟我自己也在巡抚队伍里 抱歉 我不可能向你透露巡抚队伍的任何信息 举青埃回复之后 思维发散 联想到了更多的东西 二号收集江律中的信息 明显是为将来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准备 这是二号自己的决定 还是得到了杨川南的支持 倘若是后者 那说明一旦东窗事发 杨川南很可能会采取过激的举措 二号一时无言 聊天群里陷入了江宁 就在这僵硬尴尬的气氛中 以前的读书人 现在的剑客四号冒跑了 二号 杨川南涉嫌勾结山匪 输送军须 这等同于谋逆 三号是读书人 岂会帮你助纣为年 我被读书人是非取直 小结大意 心里清楚着 没错没错 我被读书人就是这般壮志凌云 许清爱用力点头 深以为然 抱歉 是我唐突了 我并没有要对寻辅队不利的想法 但你问出这句话的时候 已经做好了备战的准备 嗯 二号 我知道你对朝廷有很深的偏见 但你做事过于感情用事 杨川南冤枉与否 得查了才知道 没错 我也觉得二号太偏激了 听你们刚才聊的内容 巡抚队伍刚到云州 人家还没开始查 你就想着要打人家了 五号 五号就说你最没资格说这话吧 就说你最没资格说这话吧 众人在心里吐槽 二号没有再说话 似乎有些生气了 因为天地会成员都在怼他 不支持他 就连他向来很有好感的三号 也态度摆得很明显 到现在 许清安几乎可以确认 君娘就是二号 脑海里闪过对方帅气又美丽的瓜子脸 他叹息一声输入信息 江绿忠是四品金螺 擅长的是权益 至于性格 没什么太大的特色 因此 也不存在明显的缺陷 这些信息都是很浅层的 不涉及机密的东西 性格确实没有太大缺陷 许清安认识的金螺里 气质阴柔的南宫茜柔 面贪男杨艳 冷傲锐利的张开泰 与这些人相比 江绿忠性格更中庸 没有明显的特点 但也意味着他 没有较大的破绽 第二百三十九集 我已经推断出三号的真实身份 多谢了 放心 我不会鲁莽行事 更不会无故伤害朝廷巡抚 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想打听一个叫做许七安的人 三号你曾经说过此人的 你连我都要打听 你是不是想刚我呀 许七安一下子警惕起来 没有立刻回答 就在他打算拒绝时 默默亏评的一号 竟然出现了 我可以给你关于此人的所有信息 但你要等价交换 哦 突如其来的被刺啊 哎 不是 你贩卖我的信息得到我得允许了吗 我同意了吗 你就光明正大的卖 许七安手指触碰到镜面又收了回来 怎么办啊 怎么阻止啊 阻止一号 他会买账吗 一号喜欢窥屏比较神秘 虽说锁定了一个大致的范围 但这依旧囊括了很多很多人 而这些人里 没一个是我能应对的 再者 以什么理由阻止啊 许七安的事和我三号有什么关系 我三号凭什么阻止啊 除非自保身份 可是 我之前那么夸赞同罗许七安 现在被赤裸裸的揭穿 我会羞耻到原地爆炸的 没法做人了 思考之后 许七安打算静观其变 先看看一号怎么说 再就是看看二号的态度 若二号只做简单了解 或一号只透露浅层信息 那就不用理会 你想要什么 你可以欠证 没问题 请说 我会根据你透露的消息 来判断价值 许七安此人 原本是京城复郭县 常乐县衙的一名快手 魏碑言轻 没什么特殊之处 直到三个月前 齐叔父押送税营途中 不慎丢失税营 被判斩首 陛下余怒未消 将许家三族连坐 流放边垂 但谁都没想到 税营案是发后的第三天 案子便告破 许七安无罪释放 听到这里 南疆的小蛮妞五号忍不住感慨 运气真好 他刚说完 就做到一号的反驳 不 税营案就是他解开的 仅凭卷宗身处大牢 解开了让府衙 思天剑 以及打根人偷偷不语的税营案 是个人才 天地会成员心里 同时浮现这个念头 原来如此 怪不得他能坐到张寻甫的身边 怪不得 他能一语道破 无和琵琶的秘密 此子纵使是个好色之徒 但不能否认 他有很强的破案能力 他是冲着杨川南来的 冲着打根人案子死在云州 这件事来的 二号恍然大悟 明白了 感谢你的回答 你以为他的能力仅限于此 什么意思 这位叫许七安的铜锣还有其他战阶 天地会众人惊日一阵 等待片刻 果然又看见了一号的传书 前阵子三号不停提起的桑坡案 你们知道打根人衙门的主办官是谁吗 也是此人 桑坡案之前 许七安参与一场犯官抄家行动 因不满上级凌辱犯官家眷 一怒直下刀斩银罗 血仙将其斩杀当场 而后入狱 被判妖斩 四号五号两人肃然起敬 二号毛子微微一亮 忽然对许七安这个铜锣产生了极大的好感 这是对其人品的赞赏 下干义胆的飞燕女侠 最佩服陆剑不平八刀出手的江湖豪侠 徐七安此人虽是朝廷找牙 但这并不会降低她的成色 一号继续说道 因其破案能力出众 桑坡案发生后陛下命令她接受此案 容许她戴罪立功 此人精明聪慧 在查案过程中 顺带破了平阳郡主失踪案 这件事你们也知道 三号曾经说过 不过桑坡案一度陷入僵局 若非二号你找到金武卫百户周赤雄 许七安难逃腰斩结局 如此说来 你其实对她有恩 看到这里 许七安不得不出面说些什么 是的 不过她并不知道你的存在 只对我感恩戴德 好羞耻啊 接着一号又抢述了 许七安 揪出其党与巫神教勾结 扶持云州山匪的内幕 这件事竟是因她而亲 二号心里无比复杂 听到这里 她差不多明白事情的始末 也知道 晚宴上见到的那个铜锣 比自己预料的还要出众 是个不可忽视的厉害人物 除此之外 要来印证 等等 白鲁书院大儒出手搭救 四号的反应太敏锐了吧 许七安一按了口口水 有种自己很快就被人人肉出来的危机感 一号查过我 这可以理解 毕竟我在京城那段时间 因为桑坡案和睡银案 一度鸣声雀起 成为京城官场关注的对象 不过一号对我的了解 都是在我加入大庚人之后 想到这里 许七安心里一动试探道 周侍郎公子报复 没记错的话 睡银案的幕后主使就是周侍郎 只不过许七安运气实在太好 周公子因为劫掠张家庶女 遭遇了清算 在大庚人衙门里 安插间谍的白鲁书院 理所应当知晓睡银案幕后真相 许七安想试探的是 一号知不知道自己陷害周厉的行为 让他失望的是 一号并没有回答 似乎默认了许七安运气很好这个说法 白鲁书院大儒之所以救他 有两个原因 一 此人写过一首诗 赠给紫阳居士 二 他的堂弟是白鲁书院的学子 已经考取取人公名 许七安的堂弟是白鲁书院的学子 并考取了取人公名 许七安为了戴罪立功 不得不接手桑坡案 而那段时间 三号对桑坡案非常上心 最后甚至不惜花数百两银子 请二号将周赤雄押借入京 交给白鲁书院 三号和许七安是什么关系呢 与那位堂弟又是什么关系 四号精神一阵 感觉自己发现了花点 他为这个发现而兴奋起来 并积积地开动脑筋 展开其他联想 当初桑坡案渐气冲销 三号很快就得到了第一手资料 祭祖时打羹人就在桑坡近处守卫着 白鲁书院欲在打羹人衙门安插碟子 如果这个碟子是书院学子的家人 那么信任方面就能得到保证 懂了 三号就是那个堂弟 许七安的堂弟 四号忍不住想狂笑 这样的话 他开车后去京城 就不用大海捞针了 可以目标明确的去见三号 那位堂弟 第二百四十集 大凤的国师是狐妹子 还有吗 不知道是不是涉及到了三号的身份 天地会众成员们 竟然自动忽略了堂弟是白鲁书院学子 这么至关重要的信息 哼 你们这么默契的保持沉默 烦恼让我觉得心虚啊 许七安等了一下 想等五号揭穿他 以此来确认天地会成员的态度 但是五号呢 也竟罕见的保持了沉默 啊 五号还是个孩子 不要对他要求那么多 许七安思索之间 一号回答了二号的问题 此人深得魏冤信任和看重 深得魏冤信任和看重 简短的一句话 在天地会成员心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魏冤这个名字 不仅在大奉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即使在九州也是极有分量的 除了不会修行 魏冤堪称全才 当然 秦奇书画这些东西都是锦上添花的小道 魏冤真正让九州各大势力侧目的 是他领军打仗的统域之才 魏冤原先是宫中的宦官 因为下棋水平高超 得到远景帝赏识从而提拔 远景十三年 镇守北方的独孤老将军逝世 三大蛮族部落集结六万大军 入侵边境 半个月内席卷边境三千里 烧杀掠夺 赤地千里 浮尸无数 朝廷紧急调兵前将 才遏制了满族的汹汹之势 但是战局依旧不容乐观 后来的镇北王在当时 还是个刚展露头角的亲王而已 当时还是历经图治的远景帝头疼之际 魏渊请战了 他立下军令状 三月之内 若不能驱除蛮族 一死谢罪 年轻的远景帝很有魄力 当即委任魏渊为兵部侍郎兼 左都督同帅武军 魏渊果然不负黄恩 一个半月便杀得满族丢盔弃甲 只剩五千多残部逃回北方 这段君臣之意至今还常常被拿出来 紧紧乐道 魏渊的战绩不仅如此 最最著名的就是十九年前的山海战役 当时的镇北王已然是明镇天下的高手 然而他依旧只能当魏渊手中的利刃 被驱使着杀敌 三军统帅仍然是这位威镇天下的大宦官 山海关在于西域边境 北方满族南下 南疆各族北上 在山海关与大凤还有佛国联军死战 半年之中 百万生灵灰飞烟灭 是历史记载中罕见的惨烈战役 而作为大凤左都督的魏渊 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他举世无双的统欲之能 我真傻 真的 我仍然低估了这个许妻安 此时 已经脱去青甲穿着白色礼衣 盘夕坐在绣床的二号李妙珍喃喃自语 如果我没猜错 白鲁书院轻气冲销的原因在三号身上 三号极有可能是许妻安的那位堂弟 许妻安本人有得魏渊如此看重 这 这 再过几年 京城就要出现一个显赫世家 四号内心感慨万千 离京多年有种物是人非的怅然 等众人消化了这则消息 一会儿继续说道 他的弱点很明显 好色 此人在精神时 时常流连叫方思 与多位花魁有染 二号 你若想对付他 不妨使用美人计 我没有 我不好色 你别冤枉我 许妻安 首先否认三连 不承认自己是个好色之徒 然后略显心虚的在心里辩解 我流连叫方思不是好色 只是想让多巴胺冲进大脑 填补我空虚的灵魂 一号真可恶 不但私自贩卖我的消息 还诋毁我的人品 他有些反常 不符合平时的作风 许妻安 一指代笔 刚想为许妻安辩解 忽然又想 许妻安是好色之徒 跟我三号有什么关系啊 我该网恋还是要网恋的 不影响我撩二号和五号 当然 二号的颜值已经有 我这位阅女无数的老司机背书 很值得撩 五号还有带口证 你不必试探 我也没隐瞒我的性别 不过色诱是个方向 我手头上正好有位清国清城的妹 传书的同时 二号回忆起了许妻安深深的黑眼圈 再加上一号的话 几乎可以肯定 是个资深的好色之徒 性格上有很大缺陷 尽管他聪明 但男人嘛 有时候下半身比脑子更有决定权 二号的嘴角一挑 一号显然并不了解我 许妻安觉得自己并非是好色之徒 他只是和大部分男人一样喜欢睡美人 且并不纵欲 这时 四号忽然感慨着传书 许妻安此人心机深沉 善于隐忍 美人计恐怕对他不奏效 一下子吸引了天地会成员们的注意 何意见得 一号所言非虚的话 许妻安明明能力出众 却甘心做了多年的快手 平平无奇 直到睡银案关乎自身安危 他才冷静果断地出手 随后加入打更人 吕破其案 屡历功劳 与当快手时的表现截然不同 他恐怕一直在等这个机会吧 加入打更人 才是他大展宏图一飞冲天的舞台 原来我是这么想的啊 我是个心机深沉的人 我自己怎么不知道啊 四号真是估计级理解 许妻安显些颜面 有道理 众人深以为然 认同四号的分析 许妻安此人的形象 在脑海里愈发鲜明 清晰 许妻安是个好人 贫僧不希望他在云州出现意外 二号 希望你别伤害他 更别让云州都指挥室伤害他 沉默许久的六号突然传书 二号和六号关系还算不错 纳闷传书 怎么 你也和他有交集 我与他在桑普暗中相识 他知道养生堂之后 前前后后借了我四十多两银子 并且承诺每天无偿资助贫僧三千银子 离开京城时 托人送来了二十两银子 这一刻 众人心里不禁感慨 人心真是复杂呀 这样的人 竟是一个好色之徒 我明白了 我会尽可能的保证他的安全 多谢 好半天没人说话 就当许清安以为没素质的群友又下线时 五号传书过来 那个三号啊 你说的打包送大粪公主和国司 还算数吗 嗯嗯嗯 徐清安顶着这条传书 愣了许久 心说这肯定不算啊 你连口嗨都分不清吗 哼 等我成为一品强者再说 哼 我就知道你是骗人的 我大兄这些天总是烦我 向我打听大粪公主的消息 还问我公主与国司属美 既然是这个话题 那许清安愿意与他多聊片刻 传书说道 大粪公主总共四位 长公主怀庆和二公主临安 是拔尖的美人 至于国司我并不清楚 文其名未见其人 他思考之后 觉得白鹿书院的学子 应该是见不到国司 骆玉衡的 国司自然是很美的 我觉得要胜过两位公主一程 但凡见过国司的男人 都会沉迷他的美色之中 哦 你们大分的国司是狐媚子 混账 就是狐媚子 就算有一定的道理 但这并不是国司的原因 而是仁宗的隐秘 我不方便多说 有什么不能说的 仁宗仁宗 顾名思义 此派修行与人间气韵 有莫大的干系 修行到一定境界 便会被七情六欲缠身 因此 骆玉衡会在无形中勾起男人的欲念 上一代的人宗到手 原本有机会踏入一品 他将领宝冠迁徙至京城 遇见人间气韵成就一品 但坚证不同意 这才无奈陨落 未能渡截成功 到了他女儿骆玉衡 恰好 远景帝沉迷修仙 又是个身冠 只需与远景帝双修 假以时突破一品 不难 可我记得 金莲道长说过 骆玉衡并未与远景帝双修 许其安恨不得爱他金莲道长 让他跳出来 证实骆玉衡还是完璧之身 金莲道长 可能大半夜的出去抓耗子吃了 没有恢复他 是四号跳出来解答的 的确 国师未曾与远景帝双修 原因未知